打开新视野 思路全接触 大家好 欢迎收看思路新视野 思路上正在发生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首先我们进入思路全扫描 近日 中俄铜江夏列宁斯扩椰铁路桥重要组成部分 黑龙江特大桥中方最后一调钢梁安装到位 标志着铜江中俄铁路大桥中方段主体工程全部完成 铜江中俄铁路大桥工程于2014年2月26号天机 是中俄首座跨界河铁路大桥全长7193.71米 建成通车后将增加一条中国联俄通欧的国际大通道 有助于黑龙江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促进中国经贸往来 今日 由中国中铁4G1公司承建的蒙古国首条高速公路 首都乌兰巴托至中央省赫西格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 历经路面近日全线贯通 蒙古国乌兰巴托新机场高速公路修建里程 全长32.226公里 起点自乌兰巴托新机场连接处 终点至乌兰巴托雅尔玛格立交桥收费站 予以建成的中央省宗莫德公路衔接 16号上午中欧班列成都2018年第1000列 W439X8062次列车 从位于成都市清白江区的成都集装箱中心站出发 十余天后将抵达波兰罗兹 本趟列车货物品类主要以液晶显示屏 电视机主板 发动机 发电机配件 LED灯 加湿器 塑料玩具 鞋子等为主 总货值约527万美元 这意味着中欧班列成都 在全国中欧班列2018年度开行中 率先突破1000列 再次位居第一 好 本周我们继续来关注 2018丝绸之路品牌万里行活动 媒体团离开了德国科隆后 陆续抵达了德国的特里尔和法兰克福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的脚步 一起去看一看 说到特里尔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但要说到马克思 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 而特里尔就是马克思的故乡 四路品牌万里行媒体团的团员们 一到特里尔就前往马克思库区 进行了参观和瞻仰 我身后的这幢建筑 就是马克思的故乡 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 200年前他出生在这里 马克思故乡位于特里尔市贝旅肯街10号 1818年5月5日 马克思出生在这栋房屋 后来在这个城市度过了17年的时光 马克思故乡陈列着各种版本的 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等著作 故居里的马克思塑像 眼神犀利坚定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到特里尔都会来到这里 表达对马克思的缅怀和追思 据统计 每年到古城特里尔参观马克思故乡居的中国游客超过10万人 在离马克思故居不远的地方 特里尔市中心西蒙教堂广场上 树立着今年5月份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中国赠送给特里尔市的马克思像 如今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 逐渐成为中德两国交流的新地标 2018丝绸之路品牌万里行媒体团中有数十名党员 在出发前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媒体团临时党支部决定 在这里举行一次党员活动向伟人致敬 到了马克思的故乡 我觉得大家有一种追本溯源的一种感觉 2018丝绸之路品牌万里行这样一个活动 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本身就是照射了我们一种 不忘初心比例前行的一种 新闻工作者的一种守望 离开特里尔 媒体团来到了位于德国西部 黑森州的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拥有德国最大的航空枢纽 铁路枢纽的同时 也是德国乃至欧洲最重要的 工商业 金融服务业和交通中心 同时也是著名的国际会展中心城市 2018丝绸之路品牌万里行媒体团 来到法兰克福后 在这里举行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一带一路文化经贸推介会 在推介会上 2018丝绸之路品牌万里行品牌代表 分别向法兰克福老城区区议员 得到身心的休息 其实中国的美食也让人非常向往 我认为在未来十年 中国也会继续在各方面的增长 在推介会上 不少德国民众都向媒体团表达出了 他们对中国的向往之情 我虽然没有去过中国 但是从我的工作中已经了解到中国的一些情况 今年过段时间我会有机会去中国 现在特别期待这次旅行 早年在德国从事导游工作的王刚 如今在德国成立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 凭借自己对德国旅游市场的了解和研判 他认为如果将文化创意与旅游项目完美结合 中国投资可以在德国组成旅游经济模方 数据显示 过去五年 中国赴德国旅游人数进入快速增长态势 其中2017年 中国游客在德国住宿过夜数 同比增长11.7% 突破200万 德国国家旅游局预测 未来五年 来自中国市场的住宿过夜数 也就是兼夜数将超过500万 在王刚看来 德国会展经济高度发达 一带一路建设 则将中德两国间经贸往来 提升到更宽广的领域 德国一年有影响力的展会 重量级的掌握超过百次 其实越来越多的商务代表团 把德国视为是商务沃土 所以在这一块来说 一定要把握德国的特色 在商务领域 在我们说工业4.0等等等等 诸如这一类的庞大的平台上 跟德国对深度的对接 离开德国 四绸之路品牌万里行媒体团 驱车前往瑞士 瑞士旅游资源丰富 有世界公园的美誉 也是全球最富裕 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那么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在欧洲的不断推进 瑞士与中国的联系 也是越来越紧密 媒体团的记者们在那里又有哪些见闻呢 一起来看 瑞士与奥地利 列支敦士登 意大利 法国和德国接壤 其旅游资源丰富 有世界公园的美誉 有位于洛桑莱蒙湖畔的奥林匹克博物馆 位于日内马湖东端最富盛名的古籍之一的西庸古堡 有群山环保 少女风中年白雪灌顶 湖光炼雁的英特拉肯 还有儿今是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总部的万国公 这里是瑞士日内瓦 我身后就是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也叫万国公 是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总部所在地 这里是各国游客到瑞士旅游驻族寻访的一个主要景点 可以说这里不仅是日内瓦作为一座国际都市的外在体现 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在它附近就是著名的日内瓦湖 而在瑞过夜超过56万人次 同比增长5.5% 为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瑞士还在中国新增了12个签证中心 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主题游 深度游等项目 并且还在大型商场 餐饮店配备了中文导购 中国游客非常有好奇心 特别适合到瑞士来 因为瑞士的景点非常多 这里有德国 意大利 法国三种文化 而且地方不大 所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感受到欧洲三种不同的文化 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 吴景春告诉记者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 不仅为瑞士带来了更多中国游客 而且也让瑞士在制造业 自贸 金融 外交等领域的优势 在中瑞乃至中欧的一带一路合作中发挥出了独特作用 瑞士从政府到民间对一带一路有了一些相当的了解 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来开展一带一路的合作 有些企业在国内已经跟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向下已经开展了合作 相信不久就会有成果出来 瑞士的金融业十分发达 其最大城市苏黎市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是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黄金交易市场 而瑞士作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 目前正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在欧洲的主要中心之一 目前中国在瑞士建立了人民币离岸中心 瑞士可以位在本国和欧洲的客户提供人民币产品和相关的服务 进一步发掘人民币业务的新潜力 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合作已经成为双方合作的要点之一 我们的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也分别在苏黎市开了分行 他们跟当地的银行业合作非常的紧密 也许我们未来还会有其他的银行 比如像中国银行或者是农业银行 也可能到瑞士来 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合作方面也非常努力 今年是中瑞业务 医药还有些人工智能这些行业都是非常的先进的 甚至他们在中国国内已经建立了研发中心 现在有很多的中国公司来开拓瑞士市场 大部分公司主要集中在生物制药 金融 智能制造等方面都非常感兴趣 我每个月都去中国 瑞士虽然是个小国家 但是瑞士人做事很认真 也希望和中国企业合作 离开美丽的世界公园瑞士 媒体团又驱车三百多公里 前往意大利的米兰 那么米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媒体团又在意大利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我们一起来看 这里是意大利时尚之都米兰 相信不少来到意大利旅游的人 首先来到的就会是这一座 感觉可以分分钟走秀的城市 当然女的来购物 男的自然是来看足球了 因为在米兰有两支伟大的足球队 AC米兰和国际米兰 从中国西安出发到现在 将近五十天的时间 说实话周车劳顿 感觉让人是身心疲惫 因此当有那么一点时间 来到米兰大教堂 尽情地感受它 只有六个字可以形容 这就是力挽狂澜之美 作为世界上雕像最多的歌特式教堂 米兰大教堂极尽华美 随便走走你也就不难想象 当年马克吴恩 为什么会称它是一首大理石的歌 米兰是意大利第二大城市 意大利的首都 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罗马 中国和意大利两大文明古国 分别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始点 两国的交往远远流长 如今 意大利作为丝绸之路经济代 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代的交汇处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再度交融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意大利不断深入人心 意大利各级政府充分挖掘自身港口优势 着力打造特别经济区和铁路公路等配套基础设施 大力推动蓝色经济发展 渴望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深度对接 近年来 中益合作成果丰硕 中国央行是意大利多家大型银行的大股东 央行持有意大利电信 以及电缆制造商普瑞斯曼的股份 思路基金买入意大利高速公路公司5%的股份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中国企业在意大利进行战略投资 2018丝绸之路品牌万里型媒体团来到意大利后 在米兰举行了中华根脉文化陕西一带一路文化经贸推介会 双方围绕文化产业未来发展方向相互交流探讨 并提出了许多建议性意见和建议 中益之间的合作 尤其是文化之间的合作 一直以来都很频繁很紧密 而且有很多的机遇 在影视产业 我们合拍的项目也越来越多 对于未来讲 我们也会更大的为中国市场开放 通过上面的新闻 我们看到丝绸之路品牌万里型媒体团 在法兰克福 日内瓦以及米兰 都举办了一带一路文化经贸推介会 在推介会上 随团的中国品牌精彩亮相 那么这样的推介会 能为这些中国品牌打开欧洲市场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接下来我们来联系商务部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近平 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实际上中国实施这个国家品牌战略 我们已经有不少年头 所以我觉得像这次这样的宣戒会 那么实际上能够让我们主动的走进 这些国家让这些国家的公众媒体 也包括商界能够熟悉中国的品牌 那么我们的品牌拥有者和欧洲的潜在的消费者之间 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沟通交流 相互熟悉相互了解 那这样的话 对于未来我们中国品牌走向欧洲 走向更多的发达国家 会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 那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平台上 我们希望将来中国品牌能够引领 未来新的全球供应链和全球价值链体系的 这样的一种发展 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 我们说这样的活动也会发挥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主持人 您觉得这些中国品牌要怎样做 才能够真正的进入欧洲市场呢 跟我们来说一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对于中国品牌 要想在欧洲的市场 能够长久的持续的发展下去 并且能够被消费者所接受 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 就是我们在产品的品质 服务的品质 以及我们的售后服务 以及技术维修等等各个环节 能够跟得上 然后能够综合配套的在这个地区去运营 因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讲 他们对于品质的要求通常会比较高 而且中高端的消费者的比重也是比较高 所以我想就是将来要让中国的品牌真正的走进欧洲 我们需要有一个系统性的综合的运作的方法 才能够不断的取得成功 好 谢谢张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解读 好 这期的思路新视野到这里就结束了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再来一起欣赏一下 丝绸之路上的优美风景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